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伦理就会要求我们对相关的人要给予特别的考量 而不是貌似公正 不偏不倚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怀伦理学的内容 我们先通过一个思想实验 三个母亲的选择来进入讨论的话题 在小说《苏菲的选择》当中 主人公苏菲被送到一个集中营里 一个纳粹守卫强迫他做出一个可怕的选择 你可以留下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而另一个必须死去 你要留哪一个 这是一个例子 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当中 一个澳大利亚的母亲吉利安面临痛苦的选择 他身旁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但是他认识到 只能救其中一个孩子 才能母子都活下来 他当时选择放弃了 那个较为年长的孩子 幸好后来三人都得救了 这是第二个母亲 第三个母亲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当中 兄妹俩都被压在废墟下 母亲只能救出其中之一 这位母亲最终选择救出儿子 这位母亲后来为此感到终生的内疚 他不禁地抱怨道 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 好我们看这三个母亲的选择 按照公立主义 这三位母亲 他只要救出其中一个孩子 其实就已经满足了效益原则 因为他们如果试图两个都救 结果只能是一个都活不下来 也包括母亲自己 由于他们的做法实现了好的后果 所以是震荡的 反之如果是一个顽固的康德主义者 那么他会不问代价和后果 他只知道作为母亲有保护孩子的绝对义务 如果只救其中之一 就相当于以另一个孩子的牺牲为手段 那么就对另外一个孩子是不尊重和不公正的 也许最合适的做法是要死一块死 以保全道德的完整 但不管是公立主义和康德主义的选择如何不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会为自己的选择心安理的 要么我实现了公立最大化 要么我实现了遵行绝对的道德命令 但是从这三个例子我们发现 尽管三位母亲的选择 可以说是正确的 情有可原的 但是为什么 这三位母亲还会为这样的选择 而感到内疚呢 显然公立主义和康德主义都忽视了母亲的心灵深处的情感连接的价值 正因为有那种特殊的关系 才会有那种不愿舍弃又不得不舍弃的无奈与痛苦 那么关怀伦理学就认为 真是或者正是这种情感 正是道德的真谛所在 关怀伦理学是起源于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理权主义哲学家吉利根 吉利根他对于理性和男性在能理学的思考方式上做了不同的研究 思考方式上的不同做出了研究 传统的男权思维认为 男人是理性的 理人是感性的 因此男人优越 理人低劣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这种陈词滥调已经被抛弃了 研究认为 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的事实 并不能够决定道德地位的差别 也就是说生理差异就是sex 就是自然性别 道德地位的差别就是gender 就是社会性别 你不能以生理性别 然后证明社会性别的这种歧视和差异是震荡的 因为社会性别是人所制造出来的 同样 男人和女人的不平等完全是制度不公所导致的结果 只要实现了男女平权 男人和女人都能够发展各方面的能力 这是一种女权主义者 但是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 女人的思考方式确实与男人不同 但是女人的思考方式并不逊色于男人的思考方式 这个差别 这种不同 不能表明任何偏见的正当性 相反 理性的思考方式会产生一些为男权社会所忽视的一些洞察 吉利根的关环伦理学 就是通过对他的同事科尔伯格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 这个科尔伯格也是一个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他确立了道德发展的六个阶段 阶段一是听从权威以避免惩罚 阶段二为了使自己受益而与其他人达成公平交易 阶段三培养个人关系并履行个人的社会角色所要承担的责任 阶段四遵守法律并维护社会团体的秩序 阶段五坚持基本的权力和维护个人的价值 阶段六遵从抽象而普遍的道德原则 科尔伯格认为 所有人的这个道德思维都是以这种方式 按照不同的阶段递进发展的 然后到达更高阶段的人比处在更低阶段的人 能够做出更好的道德判断 科尔伯特他的这些结论是通过询问不同年龄的人们 会怎样解决某些道德困境而发展起来的 那么在其中他设置的一个典型的困境 被称为海因慈困境也是一个思想实验室的困境 海因慈困境是这样讲的 海因慈的妻子得到绝症快要死了 他唯一的希望是因为药剂师发明的一种药 但是这位药剂师以超高价出售这种药 制作这种药的成本是200美元 而这位药剂师药价是2000美元 海因慈只能筹集到1000美元 他发誓说以后会支付剩下的一半 可是这个药剂师一心只想趁人之为发财 拒绝了他 绝望之下海因慈潜入这位药剂师家里 偷走了这种药 对他来说这样做是不是错的 海因慈该不该偷药 一位11岁的男孩杰克回答说应该偷 理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超过了金钱 如果药剂师只卖1000元 他还可以活着 但如果海因慈不偷带个药 他的妻子就会死去 那么科尔伯格就追问说 为什么生命的价值会超过金钱 杰克回答说 因为药剂师以后还能从别的患者那里赚更多的钱 但是海因慈一旦失去了他的妻子 就不可能再拥有 科尔伯格又问 为什么不能 男孩回答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 所以他不可能再一次拥有他的妻子 这是一个男孩的回答 然后呢 但是另外一个11岁的女孩叫艾米 她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不同了 海因慈应该偷药吗 这个艾米显得有些犹豫和逃避 她说嗯 我不认为应该偷 我认为出了偷 还有别的办法 她可以借钱或者想其他的办法 但是她真的不该偷那个药 可是她的妻子也不应该死 如果她偷了药 她就能让她的妻子得救 但如果她真的偷了 她就可能进监狱 那么她的妻子的病又可能加重了 并且她不可能再得到那种药了 所以她们应该只是把问题说清楚 并且找到其他弄到钱的办法 艾米不想对这个问题再深入探讨下去 她反复说 问题的关键是海因慈和药剂师之间的冲突 这个冲突必须通过进一步的讨论来解决 好 我们看 都说完这个思想实验了 按照科尔伯格的阶段论 捷克的这个道德水平似乎比艾米更高 艾米的回答典型的是第三阶段的人的处理方式 在这个阶段 个人关系至上 海因慈和药剂师必须在他们之间把问题解决 但是捷克他诉诸的是非个人的原则 就是人的生命价值超过了金钱 捷克显然处在第五第六个阶段 科尔伯格的研究属于很困难的课题 它既涉及观察儿童如何思考 又涉及如何评价这种思考方式的好坏 其中的每一点都会与不同种类的证据相关 没有理由事先假定 结果会与之相匹配 我们现在姑且不论 科尔伯格的研究在方法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单从理性主义的视角来看 科尔伯格就受到了严肃的批评 当以前思想家吉利根 用这个模型来研究理性的道德发展的时候 他发现这些女性很少能够达到第六个阶段 而且通常都停留在第三或第四阶段 于是他需要为这个发现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1977年吉利根出版了一个重要的著作 叫《不同的声音》 他批判了科尔伯格的体系 并且描述了女性的视角 可以为伦理问题带来新的考虑 吉利根指出 两个孩子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 但是艾米的思考方式并不低等 艾米从个人层面做出了反应 这是典型的女性方式 而杰克的男性思考方式 只看到了通过逻辑推理 能够解决的生命和财产之间的冲突 只有像科尔伯格那样假定 原则和抽象的能力比强调亲密和关怀的能力更高级 杰克的回答才可能被判断为处在更高的水平上 可是为什么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假定呢 无可否认大多数的道德哲学家赞同的是规范性的能力 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大多数的道德哲学家都是男性而已 男人的思考方式诉诸的是非个人的原则 他们将每一种情境当中特有的细节给他抽掉 而理性则发现很难忽略这些细节 吉利根他就暗示 理人基本的道德导向是关怀其他人 而且是以个人的方式关怀其他人 不只是一般的意义上关怀他人 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艾米的回答 粗看起来似乎是混乱而不确定的 对他人需要的这种敏感会引导这些女性 不只是注意倾听她们自己的声音 她们也会把他人的观点融入她们的判断 这样艾米她就不可能否定药剂师的观点 而是会想和她谈一谈 试图容纳她的观点 男人倾向于依据权力和责任来看待伦理困境 而理人则倾向于依照同情心和关怀来看待伦理困境 男人倾向于更关注正义的要求是否被满足 理人则倾向于更关心关系是否得到了维护 那么为什么这些女性更倾向于关怀的价值 进化心理学提供了独特的解释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键差异是 男性能够做数千个孩子的父亲 而女性只能每九个半月生育一次直到绝经 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繁衍策略 对于男性来说 最优的策略是尽可能多的女性受孕 这样做男性就不能够对每个婴儿投入很多的时间 但是对女性来说 最优的策略是对每个孩子都投入较大 并且选择愿意陪伴其左右的男性做伴侣 这显然就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产生了张力 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性别会形成不同的道德态度 他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拈花惹草 同时他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核心家庭的价值所吸引 特别是关怀的价值 那么后来的研究显示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 其实并不像吉利根所讲的那么明显 一个针对有关男女在道德推理方面的差别的 79项研究的原分析发现 当把教育和年龄的差别考虑在内 男人和女人之间 其实在道德推理方面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可是一般说来 人们都认同关怀是道德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我们对于关怀我们的人有一种关怀的义务 并且这种义务有时候是可以优先于对于正义 平等和权力的考虑的 关怀能有些 一开始就将道德生活理解为以特定人的关系网络 把生活的好视为对他人的关怀 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他们保持忠诚 那么关怀能女学 它主要是聚焦于小范围的个人关系 没有这样的关系 关怀就不会发生 但是很多提商关怀能女学的人认为 我们对他人的关怀 不应该限制在那些与我们有密切的个人关系的人身上 个人关系是一个更大的关系系统的部分 是这个系统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群 没有这些社群 我们的个人关系将不可能存在 因此关怀能女学经常从同社群主义的能女学相关联 社群主义它把社群看作具有内在的价值 因此值得我们关心和关怀 大家很熟悉的桑德尔 哈佛德学大学的桑德尔教授 他讲的这个正义公开课 那么桑德尔就是典型的社群主义的观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康德尔在他的著作当中 也批判了康德能女学和公益主义的能女学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个人关系都会产生关怀义务 这个我们要注意 那些基于暴力厌恶与不尊重的关系 是不需要悉心呵护的 而那些以不公剥削和压迫为标志的关系 也不能去维护 但是如果同情关心和共情感是存在的 那么关怀的义务就一直会存在 那么现在我们来探讨关怀伦理学的一些难题 我们对关怀我们的人的这种关怀义务 会与我们对其他的人的义务 以及其他的义务相冲突 比如说一个被指控有某项罪名的人 是与你有着关怀关系的人 比如说你的配偶 那么你试图保护他免受法律惩罚 这可能是震荡的 中国的孔子也说过叫亲亲相隐 但是保护你关怀的人的义务 随着你们之间的关系和环境的性质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 如果被指控的人是一个关系一般的朋友 并且假如你有理由相信你的朋友 的确是有罪的 那么任何试图保护他免受法律惩罚的努力 就没有太可靠的根据 从关怀能力学的角度 他也对动物保护提供了很有趣的解释 一个从理性原则出发的论证表明 我们为了提供食物而饲养动物的方式 导致了动物巨大的痛苦 所以我们不应该以这么残忍的方式来获得营养 那么这样的论证已经说服了很多人成为了素食主义者 但是关怀主义者他诉诸的是直觉和感觉 而不是原则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感到吃肉是错的 也没有觉得那些受苦的加粗是重要的 所以吃肉就是合理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解释完全是以人为中心 我们对人的情感反应显然不同于我们对动物的情感反应 关怀能力学对于是否吃肉的另外一个理由更有说服力 它注重个体关系的首要性 比如说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会日久生情并且相互依赖 关系是建立起来的 而关怀的态度是被唤起的 但是人与屠宰场的牛就没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义务不吃屠宰场的牛 关怀能力学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能力学 因为它并没有声称它要解决所有的能力问题 它只是强调希望道德生活当中 常常被更传统的那些理论所忽视的某些方面 通过这种方式 它可以在关于何谓道德的行为方面 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理解 在其他因素都同等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当促进普遍善 尊重个人权利 公平的对待他人 并且关怀那些我们关怀的人 促进普遍善就是所谓的公益主义 尊重个人权利可以说是自由主义 公平对待他人 那可以说是康德主义 然后关怀那些我们关怀的人 这就是关怀能力学 所有这些原则 其实它共同构成了道德行为 所应当满足的充足性的标准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关怀能力学 其实还有现实的意义 我们知道有一些政治 它往往会对我们传统的 这样的关系伦理导致巨大的扭曲 我们为了一种更宏大的一些叙事 更宏大的抱负 更宏大的情怀 我们可以扭曲个人的这种亲情 感情和爱情 以至于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家庭悲剧 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政治 当政治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伦理精神 尤其是关怀能力学的精神 导致了伤害和破坏的时候 那这样的政治 我想它是极其扭曲的 那我们也应当从关怀能力学的角度 去审视一种政治 是不是美好的政治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下 字幕志愿者 a TOR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